我今天就驾我的车来换轮胎 换什么轮胎 换的是 Continental 刚刚推出的UCC 因为之前我跟他们去 Langawi 试轮胎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轮胎真的很好 尤其是它的实地性能呢 真的是提升很大 我不是讲这辆车的原装轮胎不好啦 只是因为我考虑到有时候我要跑长途啊等等 所以我就换一个排水性比较好 然后胎宽比较宽的轮胎 现在去换轮胎了 OK 现在我车换好轮胎了 然后我先使用一两个星期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使用心得 OK 我换了这个游戏器一段时间了 所以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驾驶感受 跟这个轮胎的使用感受 因为自从我那天post了照片 在我的Social Media过后 就很多人问我游戏器怎样 其实老实讲 如果我跟我原本的轮胎对比的话 这个游戏器真的是好太多 首先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它安静很多 因为讲老实话 之前的这个轮胎 它在接触地面摩擦的时候 这个声音是有点大声的 然后我换了这个游戏器之后呢 确实可以感受到安静很多 所以这个整个车市的MVH也进步很多 这个也不是我自己讲办了 因为我有找我的朋友出门什么 他们有感受到轮胎真的是安静很多 然后接下来第二点要讲的是 这个轮胎的抓地力表现也确实提升很多啦 因为其实HRV做了一辆SUV 我们不可以要求它的Handring有多好 可是老实话就是更换了这个游戏器 因为我买起了轮胎过后 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Handring表现 是真的有进步下 所以我现在变成我偶尔会去Pack一下玩什么 我觉得这个轮胎是真的让我有surprise到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的这个排水的表现 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这几个月一直下雨 所以我为什么会更换轮胎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考虑到排水性 我之前用了这个轮胎呢 原厂配来的轮胎 基本上它的排水性也不差了的 就我觉得大概满分 如果是100分的话 之前的原装轮胎我可以给到70分左右 但是有时候我考虑到我自己会跑长途 什么有些是我回车货的时候 这个我对轮胎的要求 所以会高一点点啦 所以我才会去更换这个游戏器 在更换游戏器的时候我觉得 它的这个雨天抓地力跟排水呢 我可以给到它80分到85分左右的表现 因为有时候轮胎在雨天的时候跟地上摩擦哦 它的抓地力也好啊等等 如果排水性不佳的话 会让你的车子飘 或者是你停车的时候来不及停 讲真的我换了新的轮胎过后哦 我会发现到它的这个抓地力 排水跟这个湿地刹车的时候 这个表现真的提升很大一下啦 在这里我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 UC7的轮胎 因为其实在之前我是没有想过换轮胎啦 是一直到我那时候我去Langawi 我去试驾的这一个UC7之后 因为到在现场的时候 他们有放了这个UC6跟UC7给我们去做对比 而且我们开始同一台车 所以更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轮胎的差别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时候 这个Langawi在下大雨 所以完全把这个轮胎的优势体现了出来 其实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我也是有问他们啦 为什么这个轮胎的表现对比UC6那么好 他们也有表示其实这个轮胎呢 他们进行了非常慎重的这一个研发工作 包括了长时间的测试等等 另外他们也召集了很多国家的人才 来一起研发这个新一代的轮胎 其中这个UC7的其中一位工程师 是马来西亚人来的 而且是住在Bujong的 我还有跟他聊天一下 他有说啦 其实就是在开发这个轮胎的时候 他们有考虑到东南亚的气候 因为东南亚就是一个湿热的地方 而且时常下雨 所以东南亚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雨天排水来讲 他们是非常的注重 就例如讲这个UC7啊 UC7其实有一些这个Continental的独家技术啊 例如讲这个Noise Breaker 3.0技术 这个技术主要就是消除噪音 我一些朋友有使用之前的一些Continental的轮胎 他们有讲轮胎的表现基本上是还好的 但是就是噪音有一点大 而在我换了这个UC7之后呢 我有载我那个朋友出去跑两圈啊 他有讲确实跟他之前的轮胎比安静很多 所以这个宁静程度是他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Continental也在这个轮胎上面 使用了他们的独家的Diamond Compound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让轮胎的这个刹车性能更强 然后也提高这个耐用性 因为讲实话就是一些人可能你是跑销车的朋友 你的轮胎最大的重点就是要耐磨 不然的话你单单是换轮胎就换啥你啊 对不对 不过不用紧 这个因为他有这个Diamond Compound技术 所以他有更长的使用寿命等等 这个我觉得也是如果你是一个时常跑销车的朋友 可以考虑的重点 然后换这个轮胎可能会有些人问我 为什么你会选择考虑这个轮胎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因为其实我上一台车我采用的是PS3的轮胎 所以我这个人对于轮胎 我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要求的 在我使用了这个 游吸器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个轮胎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所有的需求 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 真的下雨天轮胎真的很重要 我在换了这个轮胎过之后不久呢 就一直下大雨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出门的话哦 你会觉得如果这个轮胎排水性不够 抓地力不好的话 真的会造成危险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用这个轮胎我觉得他的体验 他的感受都是很好的 这个是我很surprise的地方 然后重点是 到最后他还有一个buff 这个是我很surprise的 就是我换了游吸器之后呢 他的舒适性比起我以前的轮胎更好一点点 尤其是在过半或者是过减速带那种小震动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他材质的关系 他拥有这个更强的吸震能力 所以导致这台车换了这个轮胎过后 安全性也提升了 OK 以上就是我这个游吸器的分享介绍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讲啊 这个应该又是业配啊 但是讲真的就算是业配的话 如果这个轮胎没有一定的表现 没有一定的品质的话 给我我也不会用啦 对不对 但是这个游吸器我确实用到很开心啦 尤其是之前其实我有试过这个 上一代的这个游吸6 确实进步很多 因为这个 HR-V V-SPEC 的版本就是用游吸6的轮胎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直接对比之下啊 游吸器真的进步很多 进步的最少有一个30-35%左右 也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油耗表现 因为其实我有这个 这个扩大这个轮胎的胎宽一点点啊 因为我主要要求的是在跑highway的时候会稳定一点 我原本的这个轮胎宽是215 这个换成了215 虽然讲多了一点点 但是油耗多少会有影响 可是实际上目前为止 这个油耗的差距大概是在5%到10%左右 没有太大的差异啦 我的一缸油大概是66块可以跑380公里左右 主要70-80%是City Drive 这样的油耗表现加上这个胎宽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重点是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带来的稳定性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个操控表现 舒适性 隔音表现 还有这个排水性都有进步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UC7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轮胎啦 然后现在这个continental有给大家一个新年的优惠 就是你到各大continental的经销商 如果你是更换14寸以上的轮胎的话 那么continental将会给你一些优惠 这个优惠表我们放在这边 如果大家是想在过年前或者过年后换轮胎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continental的轮胎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